像这样给坦克开瓢的场景 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场上可并不少见 当初乌克兰军队使用了大量北约国家支援的反坦克导弹 埃格尔给俄军的坦克开了怪 导致俄军不得不在自家坦克的顶部加装了铁栏杆来增加防护 这也导致俄军本来就很丑陋的俄制坦克更没眼看了 虽然俄军这样魔改自家坦克 理论上讲是可以提前引爆类似标枪导弹这样的弓顶武器 让坦克不至于直接被干费 不过从最后俄乌双方的交战中 俄军这种简易的防护措施好像没什么卵用 依旧该被开挂的被开挂 该掉铝带的掉铝带 最后以俄军溃逃而结束 那么本期视频 火力军就和大家说说 像标枪导弹这类弓顶武器是如何给坦克开罐的 以及坦克防御此类武器开罐的三板斧又有哪些 坦克的弱点是哪 头和腿 虽然随着装甲技术越来越厉害 现代像坦克这样的装甲目标 其正面及侧面的装甲越来越厚实坚固 一些当代主战坦克的正面等效装甲厚度都能达到1100毫米以上 现有的单兵反装甲弹药打在坦克身上 跟挠痒痒一样不能对其产生有效的毁伤 我们纵观坦克整体构造 相对于坚固的前装甲和侧面装甲 坦克顶部装甲较为薄弱是个弱点 因此对装甲目标实施顶部攻击 就成了单兵反装甲弹药毁伤目标最优的途径之一 而这种能给坦克开惯的反坦克导弹 一般指的都是略飞弓顶反坦克导弹 它攻击坦克车顶的方式又分为略飞式弓顶和弹道式弓顶 略飞弓顶弹药的弹道一般比较直 飞行的高度会稍高一些 等到导弹直直飞到坦克头顶上时 传感器就会迅速感应到坦克 并瞬间引爆战斗部 这时垂直向下布置的战斗部就会形成金属蛇流 击穿坦克的顶部装甲完成开关 比如瑞典的RBS-56比尔反坦克导弹 这是世界首款能打击坦克天灵盖的弓顶反坦克导弹 它1987年装备部队 能够目视瞄准红外跟踪 有限传输指令制导 弹径150毫米 弹重160公斤 射程2000米 其战斗部是空心装药 聚能破甲战斗部 靠的就是一招金属射流来击破装甲 其净破甲威力能有800毫米 并且其战斗部可以采用可翻转设计 有水平直接攻击和弓顶攻击两种打击方式 能用来应对多种攻击目标 如果说掠飞式弓顶反坦克导弹已经令不少坦克瑟瑟发抖 那么弹道式弓顶反坦克导弹可以说是真正的坦克噩梦 因为弹道式弓顶反坦克导弹 它的飞行路线不是直线的 而是与抛物线类似 这种导弹的飞行高度更高 在飞行末段锁定坦克后将直接向下俯冲攻击坦克顶部 和略飞式弓顶导弹相比 它能够最大程度上发挥出战斗部的威力 毁伤能力更强 比较经典的弹道式弓顶反坦克导弹 就是俄乌战场上令俄军吃尽苦头的美国标枪反坦克导弹 这款陆军携形式武器重量轻但体小 整套系统加起来才22.3公斤 采用红外胶平面阵列技术 红外成像冷却型电荷偶合制导 自行制导技术的有效射程2500米 其宫顶模式就是专门用于反主战坦克和装甲车的 也正是因为这类弓顶反坦克导弹的存在 给很多坦克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 而这项弓顶弹药技术 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目标的探测识别技术和战斗部技术 前者就是让反坦克导弹能够识别出装甲目标 其识别的方法 有毫米波装甲目标探测与识别技术 和光磁复合目标探测与识别技术两种方案 后者战斗部技术是说 略非弓顶弹药一般都会采用EFP战斗部 其战斗部威力的轴心会与弹体轴心垂直 爆炸时金属射流会向下 从而给坦克开罐 甚至有一些弓顶弹药还会选择 传身更大感式射流战斗部 来提高开罐的成功率 而坦克要对付这类弓顶武器 无非就是从技术战术方面入手 针对开发一套坦克防御的三板斧系统 这里的三板斧火力军指的是 防探测防击中防摧毁三招 防探测就是指坦克装甲车的隐身技术 就战术隐蔽的效果来说 坦克车辆的隐身技术 无疑是一种釜底抽新的战术 你想要是未来研制出一种 可以做到百分之百全频率电磁波隐身的超级材料 标枪导弹这类弓顶武器 还会有用武之力吗 只不过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 成熟的隐身材料和隐身涂层 仅仅只能对部分频段的电磁波起到屏蔽作用 而且隐身材料的成本还死贵 目前也只运用在了造价同样的昂贵的战斗机上 坦克想要大规模的用上隐身材料 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可以 而且现在的坦克装甲厚度 已经达到了道路和载具承载的极限 想继续通过增加装甲厚度已经很难了 如果装甲配方没有出现隔面性的进展 这种增加装甲厚度提升防护能力的方法 已经接近极限 而为了解决装甲车辆的生存能力问题 坦克车辆再出奇章 也就是第二板斧防击中 通过主动回避或主动出手的方式 提高坦克生存率 也就是主动防御系统的基本作战思路 主动防御系统是指通过探测装置 来获得来袭弹药的运动特征 然后通过计算机控制对抗装置 使来袭弹药无法直接命中 被防护目标的一整套系统 这套系统可以细分为干扰型 拦截型和综合型 干扰型就是坦克采取释放烟雾弹 刨射干扰诱骗弹等方式 使来袭弹药无法直接命中 拦截型和综合型 它俩是由探测装置 计算机处理控制装置和对抗装置 三部分成 分别对应获取来袭弹药信息 计算出发射拦截弹药的时机和弹药种类 以及发射拦截弹药 比如在对付标枪反弹和导弹时 从标枪导弹2500米的有效射程上看 这个距离放在现代战争中 可以说并不远 所以我们可以用战场上常见的步兵单兵武器 或是坦克身上的榴弹炮对标枪导弹进行回击 如果是在城市中的巷战 我们可以采取空头炸弹的方式进行定点清除 直接从根上进行销毁 而如果巷战中只有坦克装甲车这类武器 那么就可以选择推进方式硬扛去清理 像美军的粗齿具无人履带车 不仅任何地形使用 而且还能使用自身携带的机枪和榴弹炮 消灭敌人的有声力量 主动防御系统是要根据对来袭弹药的处理方式划分 可以分成迷惑干扰弹药的软杀伤防御系统 和可破坏摧毁弹药的硬杀伤系统 标枪采用红外制导技术 射程较劲 俯冲功能模式飞行时间较长 因为针对标枪这类反坦克武器的原理 坦克的软杀伤防御系统便可以通过 告警接收器 红外线右耳干扰器 机关干扰等措施 对来袭导弹进行诱骗干扰 使导弹在飞行过程中丢失目标 比如其中的告警接收器 就是一种威胁检测的报警装置 像以色列的梅卡瓦坦克 意大利的公洋 法国的AMX步兵战车等 都有装备 这种装置可响应红外线连续光谱照射 激光测距仪和激光指示器的脉冲光谱辐射 且能够与烟幕弹发射器进行联合工作 就是说当告警器检测到敌人的激光照射 或是红外线照射时 果断投出烟幕弹建立烟幕屏障 从而阻断敌方武器的瞄准线 从而提高坦克生存几率 这一系统对第二代反坦克导弹 装备激光测距仪的反坦克炮等武器 有较好的反制作用 在软沙上的主动防御系统中 名气最大的是俄罗斯的窗帘主动防御系统 这名字火力军听的真别扭 这套系统同时加装了激光告警接触器 和红外诱饵干扰装置 对半主动式的激光制导 如美国的标枪导弹 和瞄准线半自动制导的弹药 如美国的陶氏系列反坦克导弹 均能起到预警和防御作用 当然也只是降低反坦克导弹的命中率 并不能百分百拦截 像T90就安装有这套系统 当时红眼时说明系统正在工作 窗帘系统的告警器 在探测到微型目标后 数秒内就会在坦克50到70米范围内 形成遮蔽坦克身躯的淹没 屏蔽激光瞄准 而该系统的诱饵信标灯 可在遭受导弹或制导炸弹攻击时开启 从而致使来袭导弹失灵 按照俄罗斯自己公布的数据 说该系统可减少每陶氏反坦克导弹 命中概率约3到5倍 软杀伤主动防御系统算是软刀子割肉 一点点的消灭敌人的反坦克武器 虽然强 但是该系统的弱点也比较明显 首先就是技术难度较大 当今世界上真正装备了软杀伤系统的部队没几个 其次是该系统只能针对已有的制导武器 多少有点被动 最后该系统功率和重量都很大 严重限制了坦克的机动性和续航能力 因此纯靠软杀伤系统去防护坦克是不行的 还需要结合实际作战中的隐身技术 和接下来的硬杀伤系统相互结合 共同发挥作用 刚才火力军提出了隐身大法和软杀伤防御系统 大家估计也看出了这俩走的都是被动防守的思路 要是当来袭的反坦克弹药成功追踪到了坦克 且逃过了软杀伤系统的干扰后 此时的坦克已避无可避 又该如何 这时就轮到第三班府硬杀伤主动系统出场了 硬杀伤指的是坦克以主动探测的方式 发现并摧毁敌人的弹药 一般来说 硬杀伤系统至少有要四个部分组成 探测系统 控制解算系统 火力系统 以及弹药系统 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当探测到有弹药来袭后 探测系统会迅速对弹药进行跟踪 并获取弹药的各类信息将其提供给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在高速计算出来袭弹药的到达时间 以及拦截最佳点时 将火力系统调如待发状态 一旦来袭弹药进入拦截范围 火力系统就会根据控制命令发射拦截弹 最后拦截弹或直接命中 或以碎片形式毁伤 来袭弹药 最终使来袭弹药在车体的安全范围外 被摧毁或破坏 保证坦克的安全 目前世界上搞出来的 或是在研发的硬杀伤系统 其原理都基本相同 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探测范围与拦截速度等指标能力 比如俄罗斯的俄罗斯东市与竞技场主动防御 美国的速杀主动防护系统 以色列铁拳及封衣主动防护系统等 前苏联运动狩猎武器中央设计局研究的东市系统 是世界上第一款装备部队的主动防御系统 东一行在1983年就已经安装在了T55A坦克上 并且参加了阿富汗战争 至于俄罗斯另一款竞技场主动防御系统 是在东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两者的组成单位基本一样 只不过相对于东二来说 竞技场最大的特点就是重量轻 且防御弹药充足 竞技场系统全重仅1100公斤 且将爆破弹片核发射的高速定向破片 作为拦截单元 而非寥寥述发火箭弹 持续防御能力更强 目前该系统现已装备T80等坦克 及部分步兵战车上 并且通过靶场拦截实验 证明了该系统对陶氏 海尔法等反坦克导弹 具有较理想的拦截性能 而美国的主动防御系统 则体现了与俄罗斯完全不同的发展思路 比如雷奇恩公司研发的速杀系统 该系统的探测器为相控阵雷达 拦截弹为二十余枚聚焦类的小型榴弹等 非制导弹药 从配置上看 与竞技场相比 美国的速杀对拦截范围和持续作战能力 有更高的要求 并且该系统在锁定目标后发射的榴弹 最终会以垂直作用的方式 向下引爆来袭的火箭弹 这样可以减少平民的伤亡 因此速杀应该更加适合城市的相战 至于最后以色列的铁拳和风衣主动防护系统 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武器 铁拳系统已经装备在以色列军队M113装甲车 和MK3主战坦克上 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够防护动能穿甲弹的主动防护系统 该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采取模块化设计 因此铁拳系统体积小质量轻 并且可以与坦克自带的传感器火控计算机相结合 将坦克自身的火力化作防御能力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牛逼点是冲击拦截 铁拳的拦截弹可以通过爆炸产生的爆红波 来冲击来袭弹 使穿甲弹心损坏 失稳或是偏转 来达到拦截的目的 同样的装备在梅卡瓦四行坦克上的风衣 也是模块化设计 通过四根天线组成半球形的防护探测区域 它的亮点是可以一心两用 能在一秒内同时摧毁两个威胁目标 并且可以只能选择攻击的优先级 总结一下 俄罗斯是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主动防御系统的研制 但技术发展一般般 部分产品如窗帘、冬二和竞技场等系统 以用于T72、T80和T90等主战坦克的改进 也安装在了最新的T14阿玛塔主战坦克上 美国对主动防御系统的研究 在未来作战系统项目启动后就已经被冰入 而以色列的主动防御系统发展相对不错 不仅已经有多种系统装备了部队 其新研制的战力品系统 更是被以色列国防部成为世界最先进的主动防御系统 虽然主动防御系统很强 但也并非能保证坦克万无一失 根据拦截流程来看 首先还是要能够准确探测到来袭弹药才可以 而就探测系统而言 雷达探测是最成熟 也是运用最广泛的方法 但由于反坦克弹药的飞行高度很低 雷达会受到最严重的杂波干扰 这使得探测距离无法大幅提高 也无法承受拦截弹和地方炮弹的双重打击 因此不要觉得有了主动防御系统就能万无一失 只有探测能力和反应速度有了提升 才能进一步成为坦克最有力的防护手段 反装甲武器系统和坦克的防御系统 是那种互相竞争交替领先的发展途径 现有的装甲和反装甲武器系统 仍然存在了缺点和不完美的地方 像坦克的主动防御系统 就只能对现有的反坦克导弹 反坦克火箭筒进行拦截 对超高速的飞行弹药 如坦克发射的脱壳穿甲弹就束手无策 无法探测也无法拦截 因此在未来标枪导弹这类反装甲武器 应该向着装甲薄弱处开发新式制导模式 以及提升弹药速度等方向为主去研究 而对于坦克的防御系统的发展方向 首先就是要扩大高久范围 提高探测器件的精度 解锁新式探测手段等 好了 关于装甲防护和反装甲攻击 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喜欢热武器的朋友请点点关注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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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